我发现你主意怎么这么一句实话呢 咋的了 你说现在的人就不能成本点吗 不说假话不玩套路能死的 能 小时候妈妈说 压岁钱我先帮你存起来 同学说我也玩两天 我也没复习 一个单词都没背 老师说 你是我们教过最差的一件 长大后领导说 我给老板已经说过给你加薪的事 我跟老板说了 都是你的创意 不要在意眼前 要和公司一起成长 朋友说 有空一起吃饭 下次我请 我这人心直口快 都是为了你 以后说完话你别放在心上 男朋友说 我把他QQ微信电话早都闪 刚刚是推销电话 对他根本没感觉 我就上去喝杯水 女朋友说 随便 我都行 太贵了 不要了 你没错 你哪里错了 他就是我一哥哥 我们只是普通朋友 昨晚睡在闺蜜家 手机没电了 666666 正所谓自古真情留不住 没有套路的关心 大家总说 太认真你就输了 套路决定你们是否能有开始 深情决定你们是否与子偕老 没有套路的深情 若遇若吃 没有深情的套路 空发浅薄 愿你为真心爱你的人 深情套路 没着讽 一个总想告诉你点什么的视频